我走了 你住的房子 我可以签的话 住到死那天 我儿子把房子收婚了 你儿子 情受不了 至少你没了之后 你都要我 永久去住的房子 刚才大爷说了呀 不是住 必须得跟他 产权给我 见过相亲不要脸的 也见过相亲扣门扣到家的 但是今天这两位 真的是奇葩到家了 此山是我开此树 是我待 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大妈听说 大爷名下有17套房产 直接张嘴就要一套 当场大爷就翻脸了 你算老几啊 还要房子 今天相亲的王大爷 那活生生的富豪 名下房产无处 相亲的大妈 都是不要财礼不要钱 只要大爷手中房产一套 上一次相亲 就是大姐想要房子 大爷果断拒绝 要房子不可能的 那些财产 都是我儿子的 谁也不会给 你条件好 你有房子 要房子吧 都给不了 我这说实在的 我并不是是要房子 我是不是知道 我这个事是咋的呢 所以我自己来讲 得有你自己的一个家 那你说住的房子 这个是儿子 那是姑娘的 就是真的 这玩意儿黄学路是没老少 也可能说你先走 也可能我先走 真你先走了 最后这房子 我都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大爷一摸快眉毛的头发说 你别逼逼了 你一剧屁股 我就知道你要拉屎 还是尿尿 不就是眼红我的房子吗 把心放肚子里 我不会给你的 住是永远有 我可以亲自化痒 但是呢要产权 咱们不能骗谁 不能啥的好 都没有这个打算 要给谁这个事 大爷这么一说 大妈就知道自己没戏了 心里的花花肠子 一一被猜透 大妈也就觉得 不能再继续了 再继续呢 丢脸要丢到家了 可是节目播出后 电视机旁的大妈呢 就忍不住绽放魅力了 这老头这么有钱 用自己的美色 把老头拿下 那全部财产都是我的了 这是要一步登天的节奏 但是你知道大爷 是咋样有这么多钱吗 用一句话说就是 养子娶为我 拔一毛儿立天下 不为也 虽然自己都这么有钱了 但是平时连个塑料袋 都不舍得用 一个塑料袋当两个用 这不省的大爷们 一大装了 隔壁 干活好又省 大爷你这么过多日子啊 多快好省呢 你现在都不这么过 这辈子 孩子都读书 花那么些钱 教老伴我们俩 那不是一家人 都进一家门呢 勤俭持家把家发 真是骑着自行车 去酒吧 该省省该哗哗 咋样都不舍得买个洗碗机 啥事都要自己动手 做饭做菜做不好 面食都厚水了 啥都好 愿意洗 那大爷听说 红娘介绍的是个大美女 说着要展示展示自己的省钱 小妙招 拉着小水桶就接水 就是不用自己家的自来水 哎 就是省钱 不用咱们家再来耍焦 不用还不够死费钱呢 咱们省干啥呀 习惯了这一辈子 大爷最大的爱好就是省钱 但是还有别的娱乐项目 虽然是娱乐 但是大爷看起了咋不高兴呢 那眼神就跟饿魂了头的饿狼一样 哇哇冒绿光 哎 怪不得大早上在这敲鼓 原来是聊机都准备好了 这是发信号呢 大爷为人咋样 特别好 特别和爱客亲 特别勤劳 每天早上 天亮就起来 自个儿就收拾这个小园 有时没按事就溜到溜到 这就是最勤劳 最那个啥 勤俭思想 还是有钱人找的多靠谱 没一个不敢说不好的 感情这都是收钱办事 我出钱你夸我 得了 别扯淡了 赶紧有请大妈出场吧 还是看过咱们片子了 是是是 然后觉得还是感觉不错 哎呀 他上哪找到这样 大爷 除了房子给你的自信 谁还能给你自信 是梁静茹吗 除了房子 你要颜值没颜值 哪个瞎了眼的老婆子 能相中你 相亲对象 吴大妈退休教师 年收入五万 怪不得大爷要亲自下来接大妈 这一路上跟领导视察一样 这边打打招呼 那边打打招呼 人际关系 在此刻展现的淋漓尽致 那大爷咱都说财不外漏 你这为了相亲花了不少钱吧 这景寥寄的钱给我买点饭吃不香吗 行了打过招呼就赶紧回家相亲吧 大妈可是抱着目的来的 刚见面二话不说 直接来了句 我看上你了挺不错的 人品嘛 其实大家就能瞅出来 你瞅出来大爷是个啥 是很正直 很善良的人 是不是 这个 我们说 面有新生嘛 看他面相能看到他的心 那可不是面有新生 那是人民币堆积出来的 只要钱都 我就看你就像张国荣 咋看都好看 但是大爷一句话 就让猪猪搞猛逼了 一口一个阿姨 大爷我们小 我们叫阿姨 你都比大妈还大十岁 你这张嘴一个阿姨 闭嘴一个阿姨 一点情声都没有 那大爷可不管你那么多 我看上你这老婆子了 赶紧介绍自己的经济实力 那大爷算得上是情场意识化 还是大爷水平高啊 先一不小心露过腹 第二句再表个白 大爷说了 自己找老伴员也很简单 第一就是太寂寞 第二就是跟儿女生活 不到一块去 具体找伴的目的咱们就说是 一是身体还挺好挺健康 和孩子在一起都有带狗 生活习惯 都有点不太习惯 找伴的目的主要就是 互相在一起 说话唠嗑啥的 有个伴 大妈可不管你就管你呢 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 先给你表演个催的大剧 一定把你拿捏得死死的 父母面前呢 自己也长不大 一直是这样事得担着 突然有一种感觉 我妈说你今年多大了 我说快六十了 你咋还不找呢 我说找啥呀 说该找个伴了 我们不能走跟你一辈子 将来老了怎么办呢 这句话我听到的时候 突然下世间有一种感觉 我好不孝 让老人这么抄袭 那大爷可不吃你那一套 直接说起自己儿子 那儿子一听说 老头想找老伴 把红娘发的推文挨个转发 让半个吉林的都知道 有个富豪老头要开第二春 三个孩子都在支持我 三个孩子 两个男孩一个女孩 支持我在护 他在他们高中的同学圈和大学 都把你那个推文都发起了 到一定程度上把你伺候好了 不但啥我妈都还能给她奖金 就是我女儿这是原话 那大妈可不干了 我是来要房子的 可不是要儿女给的那点钱的 不行 我要吹捧你 让你拜倒在我的石楼群底下 然后心甘情愿地把房子给我 人家素质很高 而你也很孝顺 现在的孩子都很孝顺 也不太容易 能支持我们再走一步的 这也不容易 假如我找到另一半 会好好珍惜自己的生活 大妈别冒哭耗子假思悲了 要不是大爷有17套房子 你绝对不会来 也不会在这夸大爷 这大妈可是看电视上 大爷有钱才来的 听说老头房产多 自己买车票就过来了 但是奈何找不到老头在哪 最后还是撕着老脸 找节目组帮忙 自己还说自己不好意思 来找大爷 在我们那个年代 这个王大哥也知道 我们都是被别人介绍 找朋友找对象是不是 忽然的自己要找 总觉得放下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 被别人看到 哎呀真的挺难为情的 你说的没错 有些事情让大家知道 也不好出门见人了 但是最后大妈权衡利弊 为了房子 为了后半生的荣华富贵 我拼了 最后大妈心里的欲望 战胜了李治 这么有钱的老头子 可不能错过 后来一想 无所谓 为了自己的幸福 为什么要怕别人说呢 但是大爷可不是傻子 我想找啥样的 我心里清楚 我要珍惜的是家庭 珍惜的是夫妻关系 这些年吧 和老伴儿哈 脸都没红过 所以我在找伴儿 我一定是要珍惜 拿真心去呵护她 爱护她哈 大妈可不管你要啥样子的 你想要啥样 我就是啥样 为了自己的中华富贵 大妈开始给大爷疯狂洗脑 你付出的 我看在眼里 人都怕感动 是不是 人都是感情动物 你感动我 我感动你 你敬我一吃 红娘看不下去了 这一下给大爷说懵了 让大爷把财产送出去可不行 我得提醒一下大爷 了解了解 阿姨想法 阿姨 我们吧 一时 我不叫阿姨 也行 这是代名词 那怎么叫都行 好眼我刀呢 我非要给大爷拉上两刀 都纠正了一遍了 还叫阿姨 再说一遍 大爷你比大呢 都大十岁还阿姨 真当自己是个小年轻啊 但是大爷也不傻 不然自己不会有这么多的财产 眼看着大妈张嘴就要房子了 大爷直接把话堵死了 要房子不可能的 我这是死条件 现在我给姐这房子 这事我都解决不了了 因为我们的家庭 这都有课题的哈 现在解决不了啥呢 因为我的房子一大堆 你住房子 办正我们都办不了 咱就要着说套着说都没有用 咱们就是开门见山照直来 是不是都愿着上钩 大妈的笑容逐渐消失 这老头咋不让套路出牌呢 难道刚才没洗脑成功 但是大爷也有自己的保证 大妈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 要房子我是实在必得的 那大妈一看不对劲 这房子就是死活不给我呗 那我也不给你过了 就给你真了头货 我看着能少活好几年 赶紧找个借口开溜 大爷可不傻 那你来相亲的时候 都看我个人信息了 到现在说咱有代购 早不说干啥 不就是贪图我的财产吗 这个年龄是原来说的就是这个年龄 你说你今天上这来吧 比方说想起代购 对你是个浪费 就是没不住 咱说就不来 是不是 因为这玩意不是后告诉你 都是先告诉你 大妈说 是啊 知道你岁数啊 要不是看你岁数大还有钱 说不定老年痴呆 我不寻思的来 你这捞一笔横财 但是这真没想到你是一分钱不给啊 你考虑了他这个年龄差 你一定都考虑了 我今天来就是啊 详细的了解一下 但是他把话说死了 你可以住一辈子 你倒死房子还是我的家的 我在干嘛来的 我是没有地方住 就上你家住房子了 那大爷可不傻 我知道你都是为钱来的 我是钱多 要不是想找个后半辈子 生活在一起的老伴 我早就去找个肤白猫美大长腿 二十来岁的小姑娘了 带勾体力吧 没有意义 因为他是 这是借助个理由 你就为啥说啥 不能抓理由去说话 因为他这句话 我不十分太支持哈 因为不是年龄 是今天杠 你是早 中间人就把这互相 你不说杠他了吗 大妈也不藏着掖着了 你给我房子 我就跟你在一起 你不给那就拜拜 我的钱品就是 一定要给我个安心去做 就像住在这个房子 孩子的房子 我在这里生活 什么都找不到 心里不舒服 住的是像人家窗门一样 是不是 就像人家窗门一样 我心不安 这是要产权 大爷一句话给你点破 不就是要房子吗 我不会给你的 那大妈可不好意思继续了 赶紧找个理由开溜 我有钱有劳保 谁在乎你那房子 我不缺少房子 唯一有工资 我的工资并不低 但是我需要的身份保障 得了 既然两人在房子的问题上 谁也不让步 那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宣布两人相亲失败 我是爱解说相亲的猪猪 我们下期再见